中國知名異見人士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在當地時間13日傍晚離世 終年61歲 劉曉波生前致力爭取中國民主自由 並且發表過《我沒有敵人》 和《零八憲章》等文章 由梁超明報導 中國司法部門和主治醫師先後表示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 因多狀氣功能衰竭 經搶救無效 於13日下午5時35分去世 你想做一個有尊嚴的人 If you want to have dignity To be honest Bite for human rights Bite for free speech Going to prison is part of what you do 劉曉波89年6月2日 在天安門參加絕食 呼籲中國民主化改變一生 這次我們四個發起這次決 他兩道是肉 當中零八年協助起草 並簽署的零八憲章 更令他被重判入獄11年 卻亦令他成為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He has influenced lots of people He has more and more friends around him More people have the same goal with him More people are fearless I believe his effort and sacrifice is worthwhile 本國外長方惠蘭發表簡短聲明 表示劉曉波逝世令人極致悲痛 作為人權鬥事 我們對他的離去表示悼念 但他希望和自由的信息將長存 羅威諾貝爾委員會就在旗下社交帳戶 刊出場問 表示等候他的登將永遠遠空 並指劉曉波沒有幻想絕症前得到適當治療 令他提早去世 中國政府要負上重大責任 He was really a beacon of hope for so many Chinese 台灣總統蔡英文的聲明就引劉曉波名言 聲言劉曉波沒有敵人 因為民主沒有敵人 多倫多本地就有團體發起 明晚7點到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 舉行燭光悼念集會 並邀請各界人士一起出席